2020年这道题 销售百分比法 实体自由现金流量 国内容报表 这题 恨不得把这一边里面 所有的点详给揉进去 就差齐全了感觉是吧 全给揉进去 好的 这题呢 比如当年在现在看 也是零年题里面 比较难的一道 太复杂 它的量太大 坐这玩意在考场上 我感觉你好像 每一个小时都弄不出来 咱看啊 对于学习知识来说 这道题还是非常好的 它涉及内容太多了 甲公司是一家医疗行业 投资机构 拟队以医院进行投资 以医院呢 是一家盈利性的门诊医院 其营业收入为门诊收入 营业成本包括 医生与护士的薪酬 药品材料成本等 近年来 以医院发展事态得好 甲公司呢 你2020年末去收购百分之百股权 这还叫投资吗 这不就把人全并购 原来的股东都让滚蛋了 是吧 百分百股权 目前甲公司已经完成了 该项目的可信息分析 你采用实体现金流量 这个折线模型 去估计与医院的价值 要不要给它收 百分之百收呗 要么你直接算出它的股权价值 百分百控股只需要收股权就行 不需要收它的债对吧 要么你用实体现金流量 算出整体价值 然后把债价值一抠 是股权价值 这道题让你用实体现金流量折线法 那算出来的肯定是实体部分的价值 就是报表 左侧 实体部分的价值 这个表 刀刀刀刀刀刀 看完之后不知道啥意思 先不用看 往后聊 看问题 看文字 捋一下文字都有啥 2020年12月31日 医院长期借款账面价值 8000万合同年利率6% 每年末复习 但凡如果看到这种题里面 有一个半年复习 季度复习 你一定要在机考系统上给它标黄 那就是个坑 那这每年末复习 常规的主用管 无金融资产和其他金融负债 无金融资产 有可能是坑 这道题确实没有 但是有可能是坑啊 有可能里面含个可动用金融资产啥的 那就出事了 对吧 那外部中资额就变了 这道题没考外部中资额 我就是点一下 第二个 假公司预测 以医院的2021年到2022年 两年 你说你还写着这个 就两年呗 很多同学就因为这个号 不小心在后面算的时候 给它当成三年增长 高速增长了 其实就两年 门诊量将在2020年基础上 每年增长6% 2023年以后 年度门诊量保持2022年水平不变 2023年也就是说 门诊量就开始不变了 2022年和2023年的门诊量是一样的 2021年 2022年 单位门诊费将在2020年的基础上 每年递增5% 哎呦 人涨 钱还涨 那实际的增长率是多少 1加6% 乘以1加5% 实际的增长率是这么高吧 是成不是加法 你可不能乘以1加11% 这是人数 这是钱 2023年 即以后年度将按照3%稳定增长 量23年和2023年已经一样了 钱 3% 那以后的销售收入 就是按照3%稳定增长呗 稳定期 即永续期 3% 稳定增长 营业成本及管理费用债 营业收入的比例 经营营运资本周转率 经营长期资产周转率 保持18到20年 算数平均不变 算数平均 这个是介绍体的一个坑 所有限定流量 均发生在年末 咱看看这个坑 它是怎么运用的 慢慢来 这种表的事 考试的时候 都是先筹研这个表 说的是啥 这是个国债的事 这是个β的事 行了 不用研究了 别瞅细节 降低你脑子做另题的信息商 假设长期借款 市场利率等于合同利率 平均风险 股票的报酬率 这个时候你可以在草纸上写 这是RM 这都是一步一步的给它转化成你认识的数 然后进而减少你的脑子在思考重要问题的信息商 在草纸上一下就写出这是RM 回头省得在判断 它倒是RM 咱们讲RF还是RM 股票报酬率 对吧 不是风险报酬率 所以它是RM 企业所得税率25% 没坑不用花 有坑就得标黄 万一这是15%或者30% 就得标黄 已知条件 考试的时候是没有的 得自己去找 这个东西 得自己找 系数是没有的 到这了 前面的已知条件先读完了 你记住个什么 啥都没记住 对正常 这是一道综合题 这可不是个普通计算 它是咱们采管的考试最后一道题 综合题非常大 一般读这种题 就是扫一个大概 它有什么元素 大概锁定 它是个什么题 我们讲这道题的时候 告诉你啊 它是什么第二章管理用报表 什么企业价值成功 这是我告诉你了 是你自己在考场上得锁定的 可没人告诉你 锁定大概范围之后 看要求 再找一只条件元素 看第一个要求 假设以可比上市公司 β资产的平均值 作为医院的β资产 以可比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 的平均值 作为以医院目标资本结构 净负债比股东权益 人家这个表里嘛 这是我给你提出来的 省得我来回翻讲课 你放前看 你手里如果有讲义的话 其实你应该看前面的 这是我为了方便讲课 才放在这的 这个表就用得上了 因为只要提到β资产的时候 你就一眼就看到前面 啊有一个β资产的事 那这个图肯定用得上 计算以医院的股权资本成本 和加权批准资本成本 首先两个事 标黄 要求出两个数 那我现在问你 第一个问题 股权资本成本 你觉得应该用什么模型 你不要根据已知条件 去找这个题怎么算 你得根据你学过怎么算 去找它这个条件 咱们实践当中 肯定是先知道这个事 然后再搜罗脑子里的知识 这个事跟我脑子里 哪个知识去对应 考试不这样 考试再怎么考 不会考教材以外的 对吧 他不超高对吧 没学的你肯定不会 对吧 他也知道你不会 所以一定找你学过的东西 再去扣他这个事 股权资本成本 就三个模型 第一个资本资产 这两个模型 第二个股力增长模型 第三个债券收入率调整模型 这题都给你β了 你还不知道用什么做吗 那肯定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啊 鼓励这里面有鼓励的事吗 跟你说鼓励了吗 债券收入率调整 你觉得呢 β告诉你 让债券收入率风险调整模型 上来 看到这个要求 把它式子就要写出来了 RF 加上β乘以RM 减RF 好 找这里面的元素 题很大 不要把以知条件全望脑力 装在去找这个问题 而是通过这个问题 锁定公式 这公式反去找条件 跟上我现在给你讲这道题思路 我知道很多同学对这道题呢 都麻爪 但是很多老师在讲的时候 都给你把这个答案叨叨一遍叨 你看这不是做出来吗 是 这是照着答案在讲 在考场上 你怎么知道这个答案应该这么做呀 你是这个思索用哪个公式的路程 这个心路历程才最重要 通过β你能锁定资本资产电压模型吧 就三个模型 资本资产电压模型里面找元素 RM告诉你了吧 刚让你花的 10.65 RF 满天去找 没找着 然后 RF没告诉你怎么办 那你就得想啊 他的原生定义了 你就得想这块的所有指点啊 他原生定义是什么 长期政府债圈 名义到期收入 那就他贴边了 你是往前翻翻到的 我是放在这的 国债啊 长期政府债圈 还有比他更长的吗 没有啊 我想找50年的 没有啊 10年 长期政府债圈 到期名义收入 人家给你了 还给你票面利得 他是不是就相当于在考你这个词 到期名义收入率 长期政府债圈 他就考你这个点啊 这个点在这个大切一考到 好吧 4.4 这个4.4 也出来了吧 β β显然一告诉你β资 整个教材里就一个指示点 加载卸载杠杆杆 人家β资告诉你 还有你卸载吗 不用了 β全谢β资 β资再加β全 再加β全吗 这已经卸完了 你再加载就好了 说了 我们的目标资本结构是这些 那你就按这个加载呗 那β怎么算 我不写了 没有地方了 直接看他啊 β不就是直接 1 你这个是1啊 1乘以 1加 净负债比股东权益 1加产权比率 咱当时讲这个公式的时候就说过 他是给你正常报表 他就是产权比率 给你的要是管理用 管理用报表 那就是净财务杠杆 这张报表里面只有净负债和股东权益 换句话 他只告诉你一个数 你就用它做就得了 你只要想直接找到产权比 找不到 给你啥数你用啥数就得了 净负债比股东权益 80% 别忘了后面尾部扣税吧 1加产权比率扣税 1加产权比率本身是权益乘数 他是为了抠税才给他打开成 一加产权比率的 还记得这公式 抠税 给他加载成 被他权 1.6 那被他权也出来了 1.6出来了 2s出来了 所有的元素都有了 得出那个数 我跟你说 因为都是乘号和加减 没有除号 这个数肯定要锁在两位小数之内 惩罚他不会让你保留两位小数的 而且上来这就是第一问 后面的知识大概要用这个数的 如果这块出现保留两位小数的问题 那后面的尾差就太大了 这是第一个问 你想想出题人那么没水平吗 出题人非常有水平 第一问 他还弄不出一个整数吗 你如果算出一个带三位小数 还需要你保留就算错了 对吧 那紧接着第二个 让你算加车平均资本成本 他也得是个整数啊 他能那么没水平吗 净负债和股东权益比 是80比100 80% 那么负债份额 180% 股权份额 180% 好 80%乘以 债 这是人家提议告诉你 他家8000万的债 合同利率6% 这是税 钱的 要转化成 所以 合同利率是投资人的报酬率 我们能抵税 抠 一减25% 你算 税这个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想着这题是不是 所得税25% 万一不是你就做错了吗 6% 乘以 一减25% 乘以 180%是债 股东权益资本成本 14.4 乘以180% 是股 得出10% 所以你这所得税率 如果一旦用错的话 或者你前面没干嘛的话 你这数算出可能不是个整数 你知道吧 不是个整数 你知道为什么它是10%吗 因为你做到后 你就会发现 有些东西 你做完再听那课 得做完再听我这课 你会发现 到最后 它算实体自由现金流量折线的时候 限制系数中间有没有告诉你 咱们以10%计算 有没有告诉你 没有吧 那就是用你的 用你的这个数 得表上是不是得查到 你算成了10.2%的话 你上系数表上怎么查 那就这个折线系数这点怎么填 没法填了 所以你算成这个折线系数 加全平均资本成本 是用实体自由现金流量折线的吗 它一定得是个整数 让你在表上能查得出来的 很多同学就闷着头往下注呀 一到综合题 第一问错 我后面全错了 闷着头往下注 一直做最后了 当四五十分钟 答不完卷 你还不如稳稳当当 如果一旦算出一个10点几 你还不如把它重新做一件 拿着一问分是一问分 因为像这种大的综合题 大概率最后一问 那个数据是得不得了 因为前面上考场太着急了 上考场太着急了 一个小地方错 你后面全错 一问一问按不就班 不要闷头往后注 就为了答完卷 不要这样 看第二问 预测2021年及以后年度 以医院净经营资产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税后营业经历 你看它这个元素 资产占收入 营业经历率 这是资产费表类的东西 这是管理用利润表 那些东西 好吧 以致条件给你提取来 前面那张三张表 嘣嘣嘣 三趟表 放在这 下面这个 什么各种周转次数 放在这 为什么要他俩用得上 判断 心路历程 不是赵达给你讲 首先 你想找这个东西 你往前翻 会翻到这张表 我给你翻吧 你看啊 你会翻 到这张表 你现在跟我说 它净经营资产 占收入百分比多少 这里面有一个 净经营资产的事吗 这里面有资产的事吗 这就是一张损益表 你得找到资产那张表 往后一顿反 没找到资产的表 只有这张表跟他有关 那他就一定是 这道鞋的一致条件 然后 根据哪句话 算这个数呢 他里面有一个 敲定这些东西 什么时候不变的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 营业成本及管理费用战 营业收入比例不变 经营营业资本周转率 净经营长期资产的周转率 将保持在2018到2020 算数平均水平不变 怎么做 净经营资产占收入比例 他俩反过来比 不就是周转次数吗 那老师他分开了 分开你给他合上呀 对吗 首先我们算出 三年的平均数 人家说算数水平 可能呀你加权 有些东西想复杂了 加权其实更复杂 有些东西想复杂了 这个反正你要加权 你也没法加权 你也不知道他额度是多少 没给你资产回来 算数平均数直接求 算数平均10吗 91110 三个数平均数10吗 1.9 2.0 2.1 2吗 他撒三加除以三得2吗 那不就得出来吗 那就相当于啥 周转次数收入 这个是不是相当于短期的净经营资产 这是不是长期净经营资产 咱直接写短了 收入除以短的 等于10 收入除以长的 等于2 是这意思不 那反过来呢 是不是短的除以收入 短除以收入 10分之1吧 到处吗 长的除以收入 2分之1吗 长的加短的 不就是总共的资产吗 对吧 整个净经营资产 在收入的比 不就是10分之1加2分之1吗 老师这个分母不一样 不能相加 看公式 他俩分母一样就可以相加 不是看他俩一样 他俩不一样可以通分 真的 蒋直播客有一点 说是他俩不一样不能相加 2分之1和10分之1不能相加 数学上不能相加 我猜电视机前 肯定有这样的观众朋友 每年都会有的 分母一样 能相加吧 短加长是整个净经营资产吧 2分之1加10分之1等多少 10分之6吧 60%吧 净经营资产 占收入百分比多少 60% 咱捋一遍答案 21年 净经营资本周转次数 就是短期资产周转次数 净经营短期资产周转次数 3个加起除以3 10次 21年 净经营长期资产周转次数 3个加起除以2次 各自找倒数 那就是这种资产 占收入的百分比 10分之1和1分之1 净经营资产 占收入的比例 等于净经营营资本 加上净经营长期资产 除以收入 净经营资本除以收入 加上净经营长期资产 除以收入 等于 它的率的分之1 它的率分之1 这写的有点复杂 其实你看我 从数字那个 慢慢一点点捋 你才会发现 净经营资产 在收入百分比 那不就是收入除以 净经营资产的倒数吗 那这俩都给你了 它的倒数 它的倒数相加 60% 这么贵的 我这块已经给你捋完了 所以这块讲得有点快 你要是没跟上的话 你可以暂停 这个文字好好读 理工类的都这样 会计 财管税法都是这样 你要觉得我 到了太快了 你暂停 2021年 即以后年度营业成本 即管理费用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还有这个事呢 老师没要算他 算他呀 好 那咱先算他 你看啊 税后经营净利率 老师只有利润总额 不用利润总额算 你想 你算出那个数能不能对 人家说哪个东西不变 人家你算的是2021年以后的 现在给你37是什么 2019和18的 你把他们仨算出来 不是特别对吧 人家让你算21年以后 人家跟你说什么玩意有关 哪个不变 管理费用和成本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不变 那是不是就是 他们的利润 占收入的比例 算数平均数保持不变 对吧 那收入里面 除了成本和管理费用以外 还有啥 你看这个模式里面 老师还有那个 营业税金技术家 有那么一定道理 你要是考虑到那个层次 这题就没法做了 还有意外收支 咱考虑是意外的吗 不考虑 不考虑非经常性的 除了管理费用和营业成本之外 营业成本和管理费用 占收入比例不变 那么利润占收入比例 也肯定不变 那咱看 因为成本和管理费用占收入比例 咱是可以拿它算出来的 成本和管理费用占收入的比例 成本管理费用占收入的比例 成本管理费用占收入的比例 他两千家除以他 你看 他两千家除以他 他两千家除以他 他两千家 他两千家除以他 都是 得出这个比例 扩起来除以3 得80% 税后经营净利润 一减80%就是利润 扣税 乘一减25% 得15% 这个事里面我强调 你从利润倒算 其实没有问题 你也可以从利润倒算 你会发现 他家利润就没有减你说 那个营业税金去附加 人家就这么算了 哪里营业税金去附加 对吧 你从利润算 没关系 也可以算 然后 再说一个事 你不要 把他们加总去算 有个同学这么做的 19000 加上2280 加上2130 2700 加上2430 加3216 把这些成本和费用权加一起了 然后再除以啥呢 把收入再加一起 你得那数肯定不是80% 这是个数学科 你要分年算 算完平均 人家要求是什么 人家要求就是 这个的比例 保持在这三年的算数平均 什么叫算数平均 三年除以三 叫算数平均 你如果直接给他们加总 除以总额的话 那不就加全平均吗 那不考虑 各自年度收入和费用的权重了吗 算数各自的比例 除以三 而且再告诉你一个小常识 像这题这么复杂 你算出那数 要是带出小数点的 是不是做错了 80% 上面都要你算出个这么整的数 你下面给我算出个79% 有点急 然后税后进行净利润 你可以这么抠 你也可以用利润总额去做 没有问题 第一个事 是别掉这个数学坑 算数平均数 不是加全的 再就是 咱刚才提到 我可不可以用利润直接算出来呢 你用利润直接算 有些题型 这道题不行 你可能没有道理 为啥呢 人家告诉你 成本和管理费用 在营业收入的比例 它是算数平均数保持不变 你要是用利润倒着算 你得用利润总额 加财务费用吧 人家问你是 税后经营净利润 那用税后经营净利润 你去倒着算的话 人家跟你说 财务费用跟收入 成百分比关系不变了吗 他没有说金融资产 和金融损迹的问题 你算是没有道理的 你就算对 也没有道理 这道题算不算对 我也不知道 咱也没给你算过 反正你肯定 不能拿它倒着去算 这个可没说跟收入 成百分比关系 你看表象上来看 它也跟收入 没成百分比关系 所以你倒着算 可能是错的 必须这么算 紧接着 第三问 基于上述结果 计算2021到2023 以医院实体自由 限定流量 并采用实体限定流量 折现法 估计2020年末 以医院实体价值 填表呗 这里呢 营业收入 是以致条件 20年这个营业收入 以致条件 未来的呢 是33600乘以 门诊量增长6% 价格增长5% 这是5啊 我写的连笔了 不要先连上了 这是5% 得出的这个 再下一个呢 同样是37396.8 乘以 1加6% 乘以1加5% 得出这个 到这呢 这就不是乘以 这个什么 这么一长串了 到23年 人家收入增长 是按照3% 稳定增长 从这到这是3% 税后经营净利润呢 咱刚才说 税后经营净利润 你算出来了 净利率15% 那就是把它们落下来呗 它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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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下来 咱拿计算器做一下 比如说 这一趟 42871 其他的你自己做啊 428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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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保住两个小数就行 因为这道题太大了 编到后面的时候 它有点远不回来了 它倒是想把每一个数 编成都是整数 前面初期人的水平 是可以满足的 到后面 我们要是说 想把后面的每一个数 都弄成正数 这个题有点过分了 太难了 所以到后面呢 它就不是正整数了 那怎么说呢 考试上来说 因为它直接算出的 就是这个数 那就放在这 如果说你保留两位小数 也不能算你错 这样啊 也不能算你错 但是毕竟我们一成完 就这个东西嘛 都是成法 又不是除法 那尽可能的 咱说多保留几位呢 是精准的 但考试上 你保留两位 不能算你错 这个凭你自己的 职业判断感觉 税后经营经利润 放在这 净经营资产 好嘞 坑 净经营资产 占收入的百分比 你不算出了吗 百分之六十 像这个 咱就拿 记法拿这列算吧 41622 点64 乘以0.6 24973点 584 都是这个 这都没问题 就这块 你拿它乘百分之六十算下 是不是 不是 为什么不是 20年的不是你预测的 后面是你拿百分之六十预测的 20年 是拿这个数算的 这块有个深坑吧 我觉得绝大部分人都会踩进去的 这个深坑 正常你算平均数是这个十 这是二 相当于拿这俩数算的 但是人家2022年是十大十的2.1啊 这一年 净经营资产债收入百分比多少 是十分之一加上2.1分之一啊 按照这个数字去算的嘛 十分之一加二分之一嘛 这一年 净经营资产债收入百分比是多少 1除以2.1 再加上0.1呗 十分之一是0.1 等于57.619啊 那这个数 乘以 收入呢 乘以 33600等于19360 正好是个整数 一般来说 这个数让它编成整数 初期间你就好厉害了 我觉得要我编这种题的话 能把这个数都编成整数 在后面 哎呦天 这个难度已经很高了 那个坑 老师那我这算错不就一个空了分吗 2样 2哪一呦 这个空算错了 你后面这全错了 首先 再下一行 净经营资产增加额 你就算错了 增加额怎么算的 预期减基期呀 你基期算错 你预期这么一减能对吗 他差你60%算下的话 你这数算能对吗 你就做错了 好吗 他减他等于他 好吧 他减他等于他 他减他等于他 哎 咱带着做一做 从这开始慢一点 22438 8.08 减去 这个 19360 等于 3078.08 这个点 是大坑 剩下这几个空 你能填对 因为这你都算 60%算下的 这个空 这个空 你是能填对的 然后紧接着 实体现金流 实体现金流 共识什么 最后经营经理论 加上折旧贪销 减去经营资本增加 减去资本支出 老师这也没给我折旧贪销啊 考的是最后那个 化简是 税后经营净利润 减去净经营资产的增加 税后 经营净利润 减去净经营资产的增加 这个 减这个 等于这个 那你说他贴错 这是不是都错了 然后 这个 减这个 等于这个 再算一趟数 拿这个6243.396 6243.396 减去 2535.5 3707.896 这个也是这么过来的 然后折线系数 那依赖于你第一问了 你第一问算出10% 没问题 你第一问要算出10.2% 你做到这 你都能感觉出你算错了 10.2咋查细数 10%查细数 这一趟也有分啊 因为这不是提计给你的 限制 拿实体自由限定流量 一期负地线 两期负地线 到这 看答案这个 他的思路是 这个也当成详细预测期了 他直接求一个三期负地线 得出预测期的价值 这个加这个加这个 加一下 2301.332 2301.332 加上3064.205 加上4268.502 9634.039 这三期加起等于他 这是预测期 那未来的呢 未来相当于 从23年末开始 24年末 25年末 26年末 后面打包 永续期吗 无穷大 求 净限制 求到这 然后 再从这23年 折到我们 2010点 三期负地限制 对吧 再折到 010点 后面这个 不是每年都按 3%增长吗 所以说 下一期 24年末的数 是5681.488 乘以 1加3% 除以 2s-g 对吧 第一 乘以 1加g 以上 2s-g 把他们永续 净限制求到这 永续净限制 打包 折线 折线到是23年末 再求 三期负地限制 乘以0.7513 得出后续 稳定期的价值 它2000加等于 7244 2.0 有些同学问 那可不可以用 另一种方法 可以啊 学的都很棒的同学 能问出这种问题 可以啊 你把它视为第一期 行啊 咱说 第0和第1之间 不需要 非得满足 第0乘以1加g 等于第1吗 可以不等于 你把它 当成这个 把它当成第一期 去折线 直接怎么劣势呢 在这写吧 5681.488 5681.488 直接除以10%-3% 22.g 得出后续期价值 因为你把它算到后续期了 这期就没有这个价值了 呗 就没有预测期价值的 然后再把它的求两期负力限制 应该是把后面打包折线 求到了二年末 然后你得求两期负力限制 那乘的是0.8264 8264 那再加上这两个书 这是详细预测期了 再加上 2301.332 再加上 3064.205 好了 它们一加 最后也会是这个书 如果有差异 那肯定有差异 那这个系数完全不一样 得出那个人员数伪差导致的 咱算一下是不是 5681.488 除以0.07 乘以0.8264 等于这个数67192 你得写到这的 这块就得写67192的 那这块写的数呢 就得写它俩性价了 详细预测期和后续期的价值 这两个数都会变 总价值不会变 再加上 2301.332 再加上 3064.205 72439.561 差不多了 按照这个方法做出来的是 72439.561 看下我这数没写错啊 3064.205 2301.332 5681.488 5681.488 那刚才我说 按计算器按错了 72439.561 用这个方法 跟它 你看这个尾差差挺大呢 差3 对吧 但是两种方法 按照现在的教材来说 当年啊 那个教材可能没变回之前 预测期和详细预测期和后续价值 后续期的价值 当时跟现在的说法不一样 咱现在的教材讲法 你可以任何一种方法都可以做 你把它视为后续期也行 你把它视为详细预测期也可以 这道题算出的数会差2点多 但问题不大 这都是尾差导致的 咱前面都保证了多少小数 对吧 算出的数差异肯定会很大 整个这道题 我们就说完了 这道题 最大的坑点 就在这 咱先捋一捋啊 想一想你自己做这种题的思路 你想把它全做对 在考场那个环境 概率其实不大 但是你把它第一问做出来 股权资本成本 先锁定好 它是用资本资产加模型 没问题 家庭拼的资本成本 这太容易了 而且算出的数 你一看后面就知道 这是个整数 屡一遍 你前面问的所有问题啊 这个问题都是几个 你全都做出来 这块的难度在于啥呢 首先你能不能把这个点 跟它这个表联系到一起 这个难度啥呢 这个难度是 你别给它倒算 你倒算的话 人家这个480 这个财务费用 跟人家没有百分比关系 人家的营业成本和管理费用 跟它有百分比关系 人家替你说的嘛 营业成本和管理费用 跟它有百分比关系 你要倒算就算错了 你得用营业成本和管理费用这个比 然后比完之后 这个数80% 再一减80% 再注意这个数据坑 算数平均数 那基于上述这么一些坑 最后再算这个 再加上这块还有这个坑 你想吧 你算对的概率不高 但是呢 不影响你拿到大部分分 首先前面就算全错了 这第一排能算出来吧 这是有分的呀 这是已知条件 这乘以1加6 乘以1加5 这你不会吗 如果这一趟算错了 刚才那15% 第二位你没算出来 那你就算错了 算错行 那第三趟呢 竞技能资产那个表 相当于来说还简单的 那你这趟可以算对啊 你这个做错了 这个做错了 这个错 这一定错 这个能做对吧 他咋相间得他 他咋相间得他呀 然后你这个系数 10%查出来了 在第一问做出来了 你查系数表啊 也有分啊 所以说 有些同学说 这题太难了 感觉一分本不如这里 咱有步骤分和过程分 这里面扣都是有分的 你就算不能拿满 你也能拿一个7788 对于考试来说 综合题能拿个7788 你就很棒了 好吧 而且这道题 在历年的综合题里面 相对来说 也是一个比较难的一道题 它难不在难在知识 难在思路和量上 量还是很大的 再加上像这种 保留三个小时 倒是保留几位 也会在考场上让你一蒙 这现在讲 你感觉这不是个问题 在计算的考场上 你碰到任何一个小细节 都会让你一蒙 到底保留几位 都会乱的 所以说 同学们在考场上 碰到这种题 如果你觉得 很难把它全做对 那么只有你在 有充分的时间的时候 你觉得 我已经答完圈了 快答完了 没啥事的 好好研究 否则 你把精力 放在那些 百分之百 能拿到分的 像什么期权呢 像什么 存货精力批量呢 像12张的 那种百分百 能拿到满分的 一定要下苦功夫 那这后面这个 净限值啊 实体价值啊 很难打 大概率都拿不到分 说到这19年 这要提 固定资产的 平均年成本 假公司啊 是一家制造业企业 产品市场需求旺盛 为增加产能呢 领于2011年末 添置一台设备 该设备无需安装 预计购置成本 300万元 根据税法的相关规定 该设备按照直线法 既提折旧 折旧年限三年 净残值率为5% 假公司现在需要确定 该设备的经济寿命 相关资料如下 一样 经济使用寿命 这可不是固定资产更新改造了 这听 又蒙了 学第五章的时候 讲一个固定资产的 那个经济寿命 当时讲过8年的 很多同学就会问 这得考吗 你说他考不考 考的 他考三年 数得简单 计算量不大 不超纲吧 考的就是一种理念 不是计算 加权平衡资本成本10% 企业所得税25% 假设运行成本 均发生在各年末 大家看 在考虑货币实验价值情况下 分别计算 设备在一二三年 分别更新的平均年成本 其实它可以转化成一种什么题呢 三年的护士项目 三种护士项目 我第一年更新 第二年更新 第三年更新 哪一年更新好 三个项目 而且是天然护士的 只能选一个吧 好 咱看一看 得画图 来在这画吧 假如第一年 我就把这个东西 给卖掉出售 就11年 这个方案 现金条 初始时点 勾置成本300万 花300吧 每年折旧多少 净残值率5% 300乘以0.95 是它的账面价值可折旧的 折旧三年直线法 除以三年 一年折旧95 折旧抵税多少 税率0.25 乘以0.25 折旧抵税第一期23.75 变现价值呢 现金流入200 此时账面价值是多少 账面价值是300 减去第一期的折旧 95是205 变现价值200 账面价值205 卖少了吧 卖少多一块 卖少 卖少多少 卖少5 5的25%是多少 1.25 所以多一块 加上1.25 这个得跟上 账面价值是205 他卖了200 所以说多一块补税 5的25% 税率1.25 是1.25 再然后找运行成本 人家运行成本 第一期是90 运行成本上了就能扣税 所以说90 乘以0.75 又是7.5 第一期运行成本 67.5 90上了扣税 67.5 这就是他所有的先进流了 你把它们放一起 一加总 一折现 然后算当年的年成本就完事了 你看 这是几个先进流 一年的 折旧 抵税 每期23.75 咱找到了 折旧每期是95 第一年末 净残值变现损失抵税 账面价值是300 减95 205 多卖5块钱 多卖5块钱 这5块钱 5万块 5万块变成1.25的抵税收益 他这个 每一个东西按好几年一起算出 咱先看我跟你说的先进流 第一年这个事 这两个先别看 是这个 更新年限为一年的平均年成本 300 是我出水的投入 成本 人家等号强写的成本 所以说是 花数的钱为正 流入的钱为负 那这是流入的嘛 最后的变现价值和抵税嘛 流入 称一期负利限制吧 90是花数的钱嘛 90乘以一减25% 年运行成本 称一期负利限制 然后折旧底税呢 折旧底税是流入 流入在成本模式下 这是 流出啊 这是负号吧 流入视为负号的嘛 23.75乘以一期负利限制 最后 一加总 除以年金限制系数 此时的年金限制 因为只有一期嘛 其实它就是负利限制 得出 平均年成本 那就是这一年的成本嘛 一年的成本是172.5 我这个设备用了一年 成本是172.5 平均每个设备 我都用一年就卖 用一年就卖 那我就每年都是172.5 这个问题 有些同学呢 因为在这个成本之下 看不懂这个证号负号 你可以不用这么想 没有关系 你可以写更新年限为一年的 现金流量 等于 然后流出为负 流入为正 流出为负 你就把这个负号 证号全部变管都行 流出为负 流入为正 次度一打开 完全没问题 最后得出这个平均年成本 你最后得出那个数 什么现金流啊 肯定是负的172.5 你再答一句汉字 再答一句汉字 更新年限为一年的平均年成本 你给他人为 给他转化成正号 172.5 还是了 可以的 那两年的呢 咱再看啊 两年的话 我在这儿画吧 在这儿画吧 出税零食点300万支出 每期折旧95 折旧底税23.75 刚才咱子刚算完 23.75 紧接着 看变现 变现110 两年折旧 一年95 折进去两年 折进去19 300万设备 折进19 账面价值110 变现价值是110 账面价值和变现价值 都是110 怎么着 没有税的问题啊 直接流入100亿 那有一个同学还跟我说 把答案发给我 给我看 我说 账面价值是100亿 变现价值100亿 所以损益为零 直接写个零 什么情况 变现价值是现金流入 账面价值是干嘛 研究底不底税吗 账面价值又不是一个成本 又不是真花出的钱 他是算税的好吗 此时就100亿 税的事是零 紧接着再看 我们这个运行费用 90上来打 刚才打完折了 打75折67.5 67.5 这个100 直接付出75 完了 就这些流量 草纸上你可以比较一下 跟这两个方法 有没有什么流量缺失 这个流量没有 这流量是税是零 好 没有流量缺失 看一下几 答案 更新年限为两年 它还是在成本角度上看 那么流出为证 流入为负 流出的300 流入的 这是110的变现价值 两期嘛 两期复利限值 两年了 第一期一年的运行成本 打了75折 一期复利限值 第二年的运行成本 打了75折 两年复利限值 折旧抵税 能抵两期 所以是两期的年金限值 汇总得出一个 相当于是个净现值的概念 得出个净成本的概念 然后除以 两期的年金限值 因为你用过两年 得出两年的等额年金 也就是两年的平均年成本 167.8 得出167.8之后 我们再算第三个 三期的话 123 上来流出300 每期折旧 23.75 注意啊 三期都是有折旧的 这道题万一啊 万一这个设备的经济寿命 设备自己的寿命 就是折旧两年了 项目能运行三年了 那最后一年就是没有折旧费 折旧抵税 对吧 一定要注意这个坑 变现价值 此时300万就剩净残值了 15万了 你变现价值是40 好 有40流入 卖多了吧 40减去15是卖多25 卖多25 乘以0.25是少一块 少6.5 6.25 卖多少一块 那再看运行成本 这个运行成本 尚爱打75折90 第一年 负67.5 这个 负75 这个 打75折 150乘以0.75 负的 112.5 就这些现金流 咱们看这个答案 第三年 还是在成本角度上来看 流出为正 流入 这是流入 多交税 卖多少一块吗 你把税抠出去 三期的复利限值 90 第一年运行成本 打75折 一期复利限 第二年 100 打75折 运行成本 打75折 两期复利限 第三年 150运行成本 打75折 三期复利限 折就能折三年 三期的年金限值 最后 算出一个总的定限值 除以 年金限制系数 得出 170.27 这是啥 考虑货币时间价值下的 等额年金 平均年成本 这里边 你可以按这个这么做 你不按这个做 像我说 成本这个看不懂 你把它变成更新年限为三年的 现金流量 没有问题 然后你就流入为正 流出为负 像这个就负300 这就是正的 那么转换 最后你得出一个复数 然后你再文字答一句 可以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问题 你看这个这么的弄 一项项弄 你不习惯 你加总弄也行 比如说 第一年末 现金流量 你把它加总 第二年末 现金流量加总 第三年末 现金流量加总 你直接写 第三年末 冒号 第三年末 现金流量冒号 加总 然后你按一期复利线 两期复利线 三期复利线 那么做出来 也可以 有差异 一定是尾差导致的 因为它这个 比如说 有单期复利线的 还有年金复利线的 年金限制的 好复杂 好麻烦 你给它都算成 零十点 一十点 二十点 三十点 各个十点的现金流 加总之后 只有复利线了 没有年金线的话 还方便点 要不你查表 都能查乱 这又一个复利线的 又年金线的 对吧 能查乱 怎么做都行 得出来的数 如果有差异 应该是尾差差不大 再就是 强调第三点 这道题 确定该设备的经济寿命 前面你怎么算 你蒙你的蒙是第二年 更新年线为第二年 平均年成本倍低 因此该设备 经济寿命为两年 为什么 知道吗 咱们的考试 还是内话 不仅有 考你的意义 它还有引导 咱们这个学科 和未来职业方向的意义 它不能说是 用的年限越多也好 用的年限越少也好 一定是为了 找一个最低点 相当于告诉你 一件事情 通过考试的题目 告诉你 以后职业的过程当中 肯定有一个最优解 那最优解 如果设定成 第三年和第一年的话 它就失去了 这个引导意义 它引导你 告诉你 原来第二年 这个最合适 没有那么极端 被你蒙 你大概也蒙第二个 但不排除 考试万一不识的情况 万一不识 或者那数太难编了 就是不好编 有可能很极端 只是合理保证 做这种题 如果发现不是第二年 最少 假如你这个数 算成会150多 你自己猜猜 去捋一捋 看看哪一个例目 是你做错了 大概率是你做错 但咱说的不那么绝对 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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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